大家好 我是社區發展陣線的社工鄭耀彤 人口老化是香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議題 四個裏面有一個你一定聽過 政府說現在在2030年就會有22%的人口60歲以上 在這個情況政府表示要考慮到醫療開支增加 香港要做準備 其實潛台詞是說人老了就會沒用 就要社會去幫助他 但實情是很多人老了之後還想上班 還繼續想貢獻社會 世衛有一個理論叫做活躍晚年理論 說到人只要在晚年的時候繼續參與社區 其實他患病和醫療配套的需要大大減低 所以有很多的老人家都想繼續去上班 可惜的是他想回但沒有人請他 同時之間人口政策告訴我們 去到2018年香港的勞動人口就已經到達頂峰 之後30年都會持續減退 即是說香港將會經歷一個叫做有工沒有人做的時代 商界又說因為這樣我們要引入外露 諷刺的是我們香港就有很大班被迫退休的年長人士等待工作 我認識阿強他是一個老香港 在西營盤長大30歲開始做文職 直到55歲因為意外不幸入醫院 喪失了原本的工作 出現之後他不斷去找回文職的工作 但都不獲授聘 他試過做一些勞動階層的工作 但因為工時太長他支持不住 頂到58歲用了積蓄之後 他被迫就要和家人翻臉賣樓 用樓宇換來的金錢去支持他晚年的生活 到65歲真的不行最後拿重活 我們看到阿強的生活 他很願意繼續去參與回饋社區 回饋社會 但那個社會沒有給他機會 究竟長者就業可以怎樣 延遲退休年齡 還是改變那個工作條件 辦法很多 但是更重要的 需要的是人 我們願不願意去接受 這批這麼有價值的我們上一輩 繼續讓他們服務我們的社會